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 注意了我说的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 我说那这个字要唱重一点点 依恋的依也要唱重一点点 打了三角形的就是要唱成重依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 那是你白身醉人的红 那是你含起默默的心 深深天天照人的 对你要把这个重音唱出来了之后 它这个歌曲就好听 如果说没有重音 你听一下老师的演唱 没有重音就在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 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 那是你含起默默的心 他始终就没有这种积极 要用积极的感觉去唱它 对不对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强弱的一个对比 然后你唱出来的声音 这个歌曲的节奏感 他就唱不好 因为你把它唱重了 你才那种节奏感就出来了 节奏感就出来了 同学们听明白没有 好来你看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 对不对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 对然后再来 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 来重音表现出来 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 然后再推高第三句 那是你含起默默的心 那是你含起默默的心 甩开 那是你含起默默的心 再来一遍 那是你含起默默的心 对然后再来第一 深深添添添找人啊 第一呢 深深添添找人啊 来这一句 深深添添找人啊 阿尔 阿尔 阿尔